你可能以为中国好,声音是一台纯粹展示音乐才华的节目,但最近一连串的争议和爆料似乎打破了这个幻象,从李文的声讨录音到多位学员的黑幕曝光,该节目的信誉正面临重大考验,更让人瞩目的是,这些争议不仅牵涉到节目组,甚至连多次担任节目导师的那音也未能幸免。 最先引发争议的是歌手李文的9分钟录音,公开指控好声音的不当行为,有视频证据显示,节目组的导演不仅图谋诋毁李文,甚至准备对他采取行动,以便迅速封口,随后,不断有学员纷纷站出来曝光节目组的种种不端行为,其中一名学员更是直言自己曾受到节目创始人大心的威胁。 除了学员和网友的愤怒,业界大咖也不该示弱,歌坛大姐大珍妮明确表示,那音与其他几位明星,包括谢霆锋和王菲,实际上都是资本的一部分。 互为朋友,他还透露了那音出身夜店歌女的消息,暗示他有着社会大哥的支持。 那音一直被认为是节目中的关键人物,但其实他过去就因为一些有争议的选手淘汰而备受指责。 例如,曾经高人气的周深和一部歌手姚贝娜,都因为那音的个人偏好而遭到淘汰。 特别是姚贝娜,在一场比赛中被那音换成了他不擅长的高难度英文歌,最终导致失败。 虽然那音没有公开回应这些争议,但这一系列事件已经足以令他的声誉受损。 现在,不仅节目的可信度受到质疑,连那音也逐渐成为了公众的焦点。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思考,究竟何为真实,何为表象,在娱乐圈里,似乎一切都并非表面那么简单。 真性情还是太嚣张,眉心也还是心变了。 出道35年,想必那音自己也没有想到,混出娱乐圈和幼鸟戏,竟然成了自己2023年的新标签。 正如奇恩师古剑分所言,那音的确生了一副好嗓子,长着一副狗脑袋。 而大家也曾一度认为,担任好声音导师与那音而言实至名归。 然而,四好声音播出至今,好声音只有在好声音是无法晋级的这一说法,就一直没有停下过。 50万一个转身晋级,靠花钱前实名可以花钱操作。 虽说一档节目的爆火话题度是必不可少的,但这样的负面话题长久存在,对于节目本身和节目,嘉宾可都不是一件好事情。 而这档播出十余年的选秀节目,也终于在苛刻李文生前录音曝光后,激起了重怒。 2023年7月5日,知名歌手李文在家中轻生,抢救无效遗憾离世的消息震惊网络。 无数李文的歌迷和圈内好友也在第一时间表达哀痛之情,而李文生前的作品和参与的节目也再次受到广泛关注。 作为李文生前所参与的最后一档节目,李文参录的好声音部分也再次被扒了出来,事情也从这一刻开始偏离了原本轨道。 随着网友们的深巴,李文在好声音录制现场录制节目组不公的视频,和长达9分钟的生前录音在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。 视频中,李文因本队评分88.3分学员被无情淘汰,而73分的其他的学员却拥有第二次机会。 好声音某工作人员再不离开,就找保安来的威胁而现场发飙。 这个公道吗?在公然与好声音节目组对峙的过程中,李文几度哽咽,而观众席上喊出的coco我爱你coco好厉害,却侧面说明了李文此举实属节目组其人太甚,并非无理取闹。 但节目组对于李文的控诉,最后做出的处理却是以现场还是有录制为由,对现场进行了清场,并在李文及其团队指责节目组太过分了时,直言我们什么事不要放在台面上说。 很显然,不公平的事情并未到此结束,从李文生前有关好声音节目组长达9分钟的录音曝光,可以得知,在李文与节目组现场对线后,其学员也并没有得到公平待遇, 甚至遭受了变本加厉的区别对待。 录音中,李文表示左腿当时已经处于室温状态,像是冻在零下四十几度一般麻木,而医生也要求李文以身体为主,不要为了参加节目而耽误乳癌治疗。 但如果李文不继续录制节目,其学员就要被淘汰,所以李文强忍病痛命都不要参与录制节目, 却被强行与学员分台合唱,连李文因腿部状况跌倒台上都无动于衷。 后期,节目组又将李文大部分的镜头剪掉,好像李文从未来过好声音,从未对学员用心过一般。 随着该事件的发酵,许多之前参加过好声音的往期选手也纷纷下场佐证,证实网传的转身买进几等黑幕都并非谣传。 按说,这本该是网友们与好声音之间的战役,曾连续十余年担任好声音导师的那英,却被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讨伐之战当中。 好声音第一季选手许海星也下场怒斥节目组黑幕,道出格亮和纳心曾假借刘欢公司为名,欺骗他签经济合同,在看出其并无签约异象后,威胁其不签约的话,这辈子就毁了的过往。 这与纳英被网友骂滚出娱乐圈有什么关系? 这是因为徐海新闻中提到的纳心,无需申巴,这位纳心便是纳英的姐姐,同时也是纳英的经纪人,并被谣传为好声音制作方看新文化创始人。 于是,关于纳英学员常能成为冠军,纳心、纳英姐妹到底有无通气? 对纳英当导师有没有提供便利? 还有当年姚贝娜被纳英强行换歌?惨疼淘汰是否与黑幕有关等话题? 支持纳英的路人原直跌谷底。 说起来,纳英出道多年黑料的确不少,靠模仿苏瑞出道,一名叫苏炳,自称格格。 拉帮结派被爆强行冠酒林志玲,演唱会大喊戒指还我痛哭流涕的周深对不起。 我选李维,纳英的路人原向来两极分化,但没有哪一次如这次一般名声,事业双双惨遭重创。 这就要说到刀狼了,曾经纳英一句刀狼的歌不具备审美,有传言称纳英等人联手打压刀狼,致使刀狼暂退歌手圈。 随着刀狼写一首罗刹海誓再次回归,其犀利的歌词也被网友解读为在暗讽纳英等人。 其中未曾开言,先转定那马虎不知道它是一头驴,那又鸟不知道它是一只激功兰从来半高雅,自古公共好威名等,都被网友分析为刀狼嘲讽所谓主流歌手,暗讽好声音50万转身等黑幕。 如此一来,曾公开Diss刀狼并被指为刀狼暂退的罪魁祸首的纳英,就成了网友们口诛笔伐的对象,纳英评论区一度成为网络热梗,短短几间时间上千万条评论,都是嘲讽纳英当年口出狂言,处于风口浪尖的好声音与处于风口浪尖的纳英。 很显然,纳英被用力推到了挡刀的前排,若只是评论区沦陷,对于纳英而言尚且不算灾难,但网友们自发抵制纳英的行为,着实令纳英吃了大亏。 音乐节被迫此演,演唱会没人买票,纳英的事业因此遭受重创。 就实论是,刀狼之事虽是所谓网友们的伸张正义,但未免太过过激,好声音的口口黑锅全部扣到纳英身上,的确过于苛刻。 毕竟,参与者与制造者之间是有着壁垒的,参与者深陷淋雨,制造者却依旧风生水起,这实在太过讽刺,纳英很亏又不亏,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,走之前应该会预料到如今。 只是没想到他来得那么快,来得那么直接,原来,刀狼早在19年前就已经写下了冲动的惩罚,恰如其分地再一次演绎了如今的战局。 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该如何演下去,我们拭目以待。